关注股市方面的消息 台股在这个星期 在上市柜企业首季的季报公布 以及越南排华美股大跌等 多项利空利多的因素影响之下 16号尾盘是以上涨7.8点作收 而另外纵观美股 美国的5月消费者性侵指数初值下降 但4月份新屋开工强劲 在利空利多交互影响之下 美股16号持续下幅震荡 台股16号由黑翻红 中场上涨7.8点 收在8888.45点 是4月以来第三度收在8888点 但相较于前两次的900多亿元量能 16号成交量萎缩至758.3亿元 整体来看台湾加权指数周线连两黑 但本周仅小跌一点 在未来的台股而言的话 我想应该就是说 大约区间上是用8800到8900点 这个地方当作一个中心点 那么上下各100点 以这个方式来作为 对台股未来大盘的一个研判 但是对于下周而言的话 因为季报都已经公布完了 所以后续法人会针对这一些的季报 去挑选就是一些获利比较好 或者是比原来预期来的加 就有国际股市来看美股创新高后 拉回整理 维持高档震荡走势 不过美股目前没有反转向下迹象 由于近期总经数据仍然看好 4月ISM指数往上来到54.9 已经连续第四个月回升 并触及去年底以来新高 整体来看美国经济前程脚步 仍符合预期 不过还是要留意消费者物价指数 可能引发提前升息的预期心理 下个礼拜指数应该是呈现一个震荡盘间的话 原则上我们认为指数会在8000到9000这边 做一个区间震荡盘间这样的一个局 那类股表现方面我想 当然除了刚才提到的金融股 可能有机会呈现反弹之外 包括了像6月份即将召开了 这个所谓苹果全球开发商大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题材 苹果供应链的这个题材 应该也是重要的一个重头戏 随着报税季节进入尾声 季报公布告一段落 负面利空逐渐消化完 消息面进入真空期 预期未来台股指数变化不大 操作上人事选股重于选市 令人晚报马瑞玄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